您好,我是黄景荣,欢迎收听用BFM财经所制作的Podcast财经拷问 我们对当铺一点都不陌生 因为一般上每一个社区最起码都会有那么一家 但我们对当铺的认知其实非常的少 一般上就是停留在说那是给家境贫穷的 或者手头上的现金吃紧 在短时间内必须套现的个人一个融资 的最后管道 这么样的一个认知上 但如果根据我们这集要访问的PapaJack说辞 当铺它其实是微型贷款机构 你如果从金融生态系统这么样的一个大视角来看 当铺它就是传统金融体系跟非传统金融科技以外的 另外一种辅助融资 它为现有的主流 那些被主流金融系统所忽略的低收入跟边缘群体 提供一个简单便利的融资管道 你如果这么看当铺 那么当铺存在的意义也就变得不一样了 PapaJack是马来西亚第一家上市的当铺 你由于创业板它没有其他的业者 可以就应允和财务的表现做直接的比较 所以投资者它一般上一定会有这么样的一个疑虑 这门生意真的有利可图吗 尤其是当经济复苏完成 并且重新回到正常的发展轨道的时候 当铺的前景是否会转弹 其他微型的贷款拥现的时候 又是否会对当铺的应援造成什么样的一种冲击 PapaJack又是否有开拓不同客户群的打算 包括高端客户群 以打破群众对当铺的既定影响 我们今天就请来了PapaJack的首席执行长 林文华和首席财务官黄一琦 来和我们聊一聊当铺这一回事 林总您好 你好你好 黄总您好 您好您好 我们今天线上有两位嘉宾 而且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 要聊的这家公司PapaJack 它的这个业务其实对我们来说 它既熟悉 但好像又有点陌生 为什么说熟悉呢 因为我们在谈的这个当铺 就是当店 其实就是我们以前看戏看电影 看连续剧常常也看得到 那我们基本上几乎在每一个当铺也会看得见 但可能一般上如果你真的没有什么需要 你基本上也不会踏进这家店 所以它既熟悉又陌生 林总所以PapaJack的这个组的业务 分成多少类 当然我们大概知道说 第一个就是它因为它有点像 像这种金融机构嘛 就是它当然做的是这个微型贷款 那基本上你把这个微型贷款也借了出去 那如果能够在定期内还回来 所以它基本上这个利息 就是你们的一个主要的业务的来源 当然另外一个就是 可能就是说如果还不了的 那你就要把这些抵押给变卖 那个大概也是一个收入的来源 对吧 所以这个是不是两个主要 像PapaJack的这个业务的主要的收入来源呢 我们的主要收入来自来自我们的利息 没有办法来数了 过后我们都会用一些排卖的方式 我就增加一点点的这个point 就是对这两个就是我们的业务 但是如果以利润的比率来说呢 那个利息就是典当的业务 还是占的比较大的一部分 就我们以2021的财报来说 我们大概90%的利润 都是来于利息的这个部分 然后变卖未熟的抵押品 占了我们利润的大概10%而已 虽然我们的那个营业额看起来比较大 但是以利润来说 我们的典当业务 就是利息的部分 还是占很重要的一个比例 对对因为你提到这个 这个本来我可能稍后要再问一问 就是黄总你了 不过你既然先提到 我们就来跳一跳 因为你黄总提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什么 就我看了也看了一个财报 就是PapaJack的这个业务 如果纯粹从revenue这个角度 它大概其实有点是对半的 就是60%40%左右 60%就是这个利息的部分 40%大概就是这个变卖抵押的这个部分 但是像黄总你说的 90%的利润其实就是来自于利息的这个部分 那它其实有一个现象是什么 就是你的业务竟然有一半是来自于变卖抵押 几乎一半来还没到 但几乎一半来这个变卖抵押 其实意思就是说 它其实应该会有很多人这个借贷者 他没有办法在预定的时间内 然后来赎回他的这个抵押 他基本上就是要么拖欠 要么就是违约 所以这个我想大概是不是PapaJack这行生意 面对到最大的这个风险 就是你有可能很多人就是在 尤其经济不好的时候 没有办法赎回 你就必须变卖这个抵押 但是他的这个利润又非常低 我看了一下的这个毛利的赚幅 都根本都不到1% 过去尤其是疫情这段期间 你们怎么去去把衡在这个风险 其实这个这方面 我可能要解释一下 就是为什么那个营运数据 为什么会差距这么大 相比我们的毛利 其实嘛 其实里面的构造不一样 为什么这样讲呢 我就打一个比如嘛 如果今天有一个人 拿一个金条 来我们加点档 比如说今天的金价 这个金条是值1000块吧 然后我们就900块借出去 然后我们就收我们的利息 所以我们的利息的收入 就是900块的一个 成一个我们的利息的利率 比如说1% 一个月一个% 然后6个月以后 我们就有一个900块的本金 加一个6%的利息 所以这个6%的利息 就是我们所谓利息的收入 就是我们的revenue 然后7个月后 这个人没有回来输 然后我们就把它变卖 但是当我们把这个变卖的时候 我们的revenue就不只是 我们的利息而已 就是利息加本金 所以为什么看到我们变卖 我们的抵押品的时候 那个revenue会这样高呢 因为是本金加利息 而我们利息的收入 就只是利息而已 然后回答你那个所谓的 没有回来数的那个利率 其实我们都维持 一直在维持8到12%左右 就是没有回来数回抵押品的顾客 都维持在8到12%左右 而没有回来数回的这个顾客 对我们来说影响也不会很大 因为到最后我们也是会把 所有的抵押品变卖 然后拿回我们的本金 或者本金加我们应该收到的利息 所以为什么那个所谓营业 会营业额会差距这么大呢 是因为一个我们只是记录 它的利息而已 就是我们的revenue 而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利息加本金 成为我们的revenue 所以就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 所以我们刚才在谈到 因为公司是在今年4月上市嘛 那我想这个过去两年期间 的这个因为疫情 可能会对公司的业绩 其实当别人就是 其他公司就是受了伤害 我想大概这个 你的你家公司 就是在这段期间 其实会获益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比如说2020年 典当的这个交易 大概有11万左右嘛 但是比起2018年的 那个39,000中 其实是翻了好几倍 所以我想了解的就是 这个疫情 当然它应该就会对 这个公司的业绩 带来一个正面的这个影响嘛 这个好处就是因为 这个民众借贷的需求就变高 有没有可能再接着下来 因为整个这个经济转好 业绩反而因此会开始走下坡 或者是陷入一种 没有办法成长的一个状态 其实很多人已经误解了 其实在这个疫情期间 我们的生意房的跌 一般上来我们公司来进行的 都是属于那些来数的 因为在这个疫情期间 大多数他们都是不能够出外消费 然后政府又继续好像补贴 EPF也可以给他们拿 特别提款 拿钱出来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他们就有多余的钱 还有没有 不需要产还贷款 就有多余的钱来 我们的店里输回上 他们的东西 所以很多人以为 这个疫情 因为这个疫情问题 所以很多人来张 其实是错错误的 是 那个就是 其实因为确实 当就是我们在提到 像政府提供的这种 所有的援助 包括像林总你提到的 那个EPF特别提款 包括因此这段 过去两年期间 有很多那种非常低稀的 所以它大概也会 就这方面影响 过往的这个业绩 那我会 既然林总你提到这个 我就想顺着再问下去 接着下来可能挑战 也会很多的 不仅是 当然我们在谈的这个措施 它可能已经结束了 Fine 它大概就不会对 PapaJack造成直接的影响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 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很多跟PapaJack 可能在同一个 一个平台竞争的 因为如果把PapaJack的生意 定调为微型贷款的话 那我们发现说 一些市面上 开始越来越多 这种微型贷款嘛 P2P贷款 那种在做 这种平台的 这种也是一种 非常小量的 然后短期跟这个利息 也相对的高 但是可能PapaJack 大概就可能 就是也没有高太多 这样的一种竞争平台 P2P贷款 或者是Touching Go 本身都有这个 GoPin Jam 也是大概是在 这样子的一个 可能就是大家 同样竞争 同一个Market Segment 你包括说 我们可能还有 这个一些银行 它还在维持着的 一种低息的 这种微型贷款 所以我想说 林总或者是黄总 你可能你怎么看待 接着下来 这一种来自 不同的领域 但是对于 这个微型贷款 就处在这个 同一个Market Segment 然后给予 这个竞争 所以PapaJack 怎么去应对 这一种类似的 竞争对手 其实我们跟银行 的性质不一样 银行他们的贷款 是属于那些 叫做性易贷款 而我们这种 是属于资产贷款 所以我们的性质 是不一样 其实我们没有把 这些所谓的P2P 或者银行的微型贷款 包括Touching Go 的一些微型贷款 做我们的竞争对手 而我们是 成为一个辅助的 一个位置 就好像林总所说的 他们做的都是 性易贷款 然后就可能要 经过一部分的 或者大部分的 性易的查询 什么之类的 而且要看 借贷人的背景 而我们呢 就是所谓的 资产贷款 就是你把黄金 或者手表 拿进我们的当店 然后三分钟 五分钟 估价了 我们就可以直接 把这个典当的业务 给做成 所以我们呢 是成为一个 在这一个金融方面 我们是一个 辅助的一个位置 而不是站在 一个竞争的 或者对立的一个位置 当然我可能 在问这个问题 也不是在假设说 它一定是站在一个对立 因为我在想象 如果我是那一个需要 急需要用钱的人 那我就有不同的选项 就是P2P也好 购兵将也好 当然另外一个就是资产 这个借贷 以抵押的这个方式 所以我会有先有选择 那可能在非必要的时候 我大概也不希望能够去 典当我的这个资产 就是通过我的 这些其他这种管道 所以我在想象 它会不会出现一个结果 就是当这些其他的这种渠道 借贷的渠道增加了 那基本上我就会把像这种 典当贷款这个渠道 作为我最后的一个选择 我的last result 因此怎么样呢 它会不会出现说 只有非不得已 到最后真的去到 去做这个典当的 这一群客户 它基本上是什么 就是它没有其他办法了 它因此是可能处于更高风险 然后会说它的这个 整个的能够偿还的这个数值 它作为这个信贷的这个数值 会更加偏低 它其实会不会对 PapaJack借着下来的 这整个的 这个业绩的数值 会产生影响 比如说在你们之前谈的 你们尽量都保持在 8到12%左右 这样子就是 那些所谓的default的case 但是接下来会不会出现 就是那个default的case 没有办法控制得住 然后会增加这样的一个局面 这个问题就有来往回的 为什么我们是辅助 而不是last result呢 其实老板或者林总也会提到的 就是说我们的客户群 我们很大部分的客户群是什么呢 就是做一些卫行生意 或者卫行小贩的一部分 当他们继续用钱的时候 他们考量的是什么 快捷和便利 而当他们手上有资产的时候 当他们需要快捷 以便利的贷款的时候 他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 比较有信誉的典当行 那个是第一 第二就是所谓的客户群 然后有一些可能 透支了 有时候透支了 然后他们手上也有一些 金是什么了 也一样的 他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 去到典当行 以很快捷 以便利的方式 直接 借到他们所需要的一个金额 那个就是所谓 为什么我们不是last result 然后想到那个所谓的default 其实default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 是我可以说是金价的活动 如果你把今天金销拿进 比如说我是顾客 我就去一个典当行 典当我的金市 今天金价可能是250 金价上涨的时候 我肯定回去数回我的金 因为金上涨了 但是如果金价有明显的下降的话 那我就考虑了 如果这个金或者这个首饰 对我没有一些特别的怀念的价值的时候 那可能我就有一个选择 我可能不要去数 因为毕竟金价已经跌了 我有限着钱 我可能去买一个新的金 我就不会去数回我的已经典当的金 所以那个default的话 可能一个比较重要的元素 都是金价的活动 而不是因为他们可以到别的地方可以借到钱 那Papa Jack怎么应对这样这样子的那种情况 就是像比如说像刚才你提到的 就是如果金价往下掉 那这个借贷的他不回来数回他的这个金条 或者这个金首饰 那你们一般上会马上就过了那个六个月的期间 就把它给变卖吗 还是其实你们有一种机制就把它先累积 然后等待金价的这个回涨了 然后你们才会把它给垫 还是有其他的这种不同的方式 这个是其中一个方式 然后第二个方式当金价上的 我们觉得比较在高的水平的时候 那我们借贷出去的那个所谓的比率 就是loan margin 就可能稍微把它放低一点 然后我要补充一下这个default rate 为什么对我们点档行包括金价的波动 不会对我们点档行的营运或者盈利 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就拿回我刚才的那个例子吧 那个今天这个金首饰价价是1000块 然后进来点档 然后我们就给你一个比如说最高了90%的一个点档的数额 我就给你一个900块 然后6个月后我应该收回的是应该900加一个6%的利息 就9504嘛 然后当今天6个月后 然后金价 如果金价没有跌超过10% 对我们的影响其实也不大 因为毕竟我们也会收回我们的本金 只是可能应收的利息没有收到而已 但是我们没有亏本金 所以我们也会看金价的波动 而且以每6个月如果金价波动 不超过10个% 因为我们给出去的点档的金额是maximum 90% 如果金价没有跌超过90% 所以我们的本金基本上是会亏的 这个就是我们这些风控的部分 我可能我们在把这个问题就因为公司刚上市 然后我就可能想从一个投资者的角度去 去问你们这个问题 就我们一般上在投资 在股市上做这个投资 买卖这个股票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理念是什么 就像买有这个前景的公司 那就是说接下来这个公司的业务会扩张 公司的业务它的扩张与否 它当然往往都跟经济的这个发展有关 就是说经济的表现好 那它整个的这个业绩前景就好 那我基本上就会觉得这个是一个所谓有potential的这样的一家公司 那我才会对这家公司的投资有兴趣 然后我就想说像PapaJack的生意要怎么样子跟 我要怎么去理解PapaJack的生意呢 因为我大概可能我的想象是经济越好 这一种急需要可能现金转动的 它可能的这个需求越低 因为那个大概就在经济不太好的时候 手头紧的时候才需要做这个事情嘛 经济好的时候整个生意变得好的时候 我对这一种现金短期现金的需求我就不大 所以它会不会因此就什么 经济越好 PapaJack的这个生意量 生意而反而会降低 那我作为一个投资者 我怎么去想象这个问题呢 就是经济好 所以PapaJack我要避开 经济不好的时候我才买PapaJack嘛 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子的 OK我们就打个比方 新加坡他们的经济也是在我们的前面 今天的新加坡 它的人口大概有600万 然后他们的典当行在新加坡就有220家 而香港呢 他们的人口是750万 他们的典当行就有200家 而我们马来西亚的人口 只不过只有716家 我认为这个典当行在马来西亚的全景 还有很大的空间 因为如果就人口比例 我们大概每400万人左右 大概就一家 那像你提到新加坡香港 大概就是200万就一家 所以你大概还有一个翻一倍 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对吧 好 我也看过一些资料 就是其实我们一般对典当行的 想法就是 就是大概只有小商家 或者是穷的人 就是有这种所谓的 现金流动的这个短期问题的人 才需要到典当行 当我发现说在 比如说美国 典当这件事情 它其实可以非常高端的 其实它有一些好些客户是 甚至比如说 他因为要购买名表名车 然后这个时候就把他 其余原来有的那些收藏 给他典当 然后拿那个钱去 去买其他的更好的 所以这个就是高端的客户 甚至是有一些 他的这种所谓做创投的 也会通过典当 然后在短时间里面 然后就抽到这个资金 然后进行投资 所以我想说 Papa Jack对这样子的一种 不同的market segment 有没有再接着下来 作为你们这个拓展业绩的 其中一个打算 当然我们不可以 否决任何的一个market segment 但是呢 到今天为止 我们的理念还是 进来做一个辅助的一个位置 所以很大部分我们的客户群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小贩 contractor什么之类的 所以为什么我就想回答 那个问题就是 是不是当市场越好的时候 越少人来典当呢 其实刚刚好是相反 市场越好的时候 可能来典当的人更多 因为我们的客户群毕竟是 卫星小贩 而且他们需要资金周转的时候 因为小贩都不是 都有一些所谓的金手势啊 或者一些名表啊 作为他们的资产 而当他们需要钱去把他们的 卫星小贩的生意做大 或者是要资金周转的时候 他们必定是第一个会想到我们 典当的这一个方面 为什么呢 就以我所说的 就是快捷与便利呢 而且他们也经常以这个模式 去做他们生意资金的一个流动 然后他们赚了钱 就可能把东西赎回去 然后当他们要再扩大 可能要买货 或者要contractor要粗粮的时候 他们就把东西典当给我们 来一些资金去做一些周转 就以此类推的 所以我们的看法嘛 所以到今天 我们还是以辅助的一个角色 去做我们典当行的一个营业 当然不久的将来 我们可能会 以主持人所说的 我们会去看别的一些segment之类的 而且市场调查 我们爸爸Jack呢 在马来西亚 只有一个大概3%的占有率 当市场越大的时候 然后我们占有率 3%的一个位置 所以对于典当行 以爸爸Jack对典当行 这一块业务嘛 我们是有一个很大的空间 给我们去扩展的 所以公司在接着下来 可能我们谈一谈 公司未来的这个发展计划 能不能跟我们勾勒一下 一个景象 就是爸爸Jack在上市以后 接着下来 可能就未来三年到五年的 这整个的发展的 这个方向跟计划 大概会是什么 包括像是否像 因为像王总你说的 就是占了一个3% 会不会是以要扩大 这个市场占有率 为这个目标 又或者是开发 不同的这个客户群 为这个目标 还是什么 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 这个发展计划 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OK 我们目前的计划 在2020 还会开拓一个股价 接下来呢 我们每一年都会增加 多一个市价 每一年会增加多一个市价 这个 非常ambitious 好 我们可能 在我们的计划一年 计划一年 然后有没有包括说像 这是在未来五年 我要转主板 这样子的一种想法 这个也是有 我们已经在我们的 我们已经有这样的 一些公布了 好 可能我们节目的尾声 在聊一些比较软性的 就是公司上市了 很多一些上市公司 可能要做的一些动作 包括说 开始要如何跟这个投资者 有做更多的 这样子的一种接触 也包括说什么呢 所以我们现在上市公司 常会提到的这个ESG 如何对于这个 针对市桌的这个环境 跟员工之间的这个关系 跟地方的这个 这个之间这样子的一种 一种互动 所以可能就在这个ESG Environmental Social 跟Governance 这一块 公司有没有什么一些 一些想法 或者一些打算 这个是必定的 因为上市 就是我们企业的一个起步 比如说ESG 有一些 Social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这些都是我们计划 去探讨的一个部分 必定我们除了 除了在市场建立一个 良好的形象以外 对我们的员工 因为可以上市 其实很大部分的功劳 都是因为我们的员工 我们所有的outlet的一些 待人的方法 我们的以礼待人 以成待人 这些都是我们 所有员工的一些功劳 所以每一个方面 不只是ESG 不只是Corporeal Social Responsibility 不只是我们员工的一些 可能待遇方面 还是什么的 各方面我们都会去做探讨 毕竟就如我所说的 上市只是我们企业的 一个起步而已 还有很 未来还有很远的路 我们要去一起走的 跟我们的员工 跟我们的周边的一些 客户或什么的 都是有一段很长 很长的路 要一起去走或者经过的 所以我们都会探讨 这一方面的东西 好 今天非常感谢林总跟黄总 谢谢你们的分享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的邀请 财经考问是BFM财经制作的节目 你可以在财经 财经到MY和BFM的网站 以及各大Podcast平台 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这个节目财经考问 每逢星期三更新 对我们的节目 有任何的意见 都可以PM到我们的脸书专页 我是黄解荣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